稍後我們要討論什麼事情 這個蔡錫慧有沒有可能 不要看錯 沒有看錯 這是蔡英文 蔡英文有可能跟習近平見面 這事情可大條了 沒錯這是巴拿馬運河 等會我要請教一下歐老師 這個事情跟最近小英的 這個父輩受敵 會不會是個解套呢 好 另外等會我們 還要再講一件事情 就是國民黨怎麼那麼多 土地賣不完 還有一個中和的烘爐地 烘爐地可以賣42億 以前都不知道這塊地 現在國民黨是不是擠牙膏 越擠越多土地可以賣呢 好 另外一個角度 我們等會要討論一件事 是不是新的所謂的 買辦集團要出來呢 林中生籌組基金會 哇 國民黨真的很厲害 籌基金會 這個之前的這個新北市市長 後來的國民黨主席 後來選總統選失敗 那位先生 朱先生 一口氣也搞了兩三個基金會 現在林中生也要學樣 還有堂協也是基金會 國民黨基金會是滿天飛嗎 可是我比較焦點的事情 我還是回到剛才這個重點 我們還是把這事情解決 這個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要問一下年華 為什麼綠委說 希望馬總統把手這個拿開 還有剛才金蘭談的一些事情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 也都可以來發表想法 其實我先回答一下 剛剛傑民問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翁企會他面對記者在講說 浩鼎有沒有解盲失敗這件事情 到底是他捍衛個人的學術研究 還是在幫股票互盤 我認為翁企會在那個時候 不應該講話 因為他是中研院長的身分 他那個時候講話 其實就有點不恰當 因為他的講話 所以造成現在很多的爭議 包括是幫他女兒互盤 可是我想請問曾明中 曾主委好了 因為他講這個話 是金管會主委任何 什麼事 2014年7月8號 三立新聞的報導 當時台灣的股市 有一檔叫F再生股 這是標股 這個是個股不是類股 就是只有這一檔 當時市場上傳出說 這個股好像財報有不失 所以股價一直一路往下殺 我們來看我們的曾主委怎麼說 他說現在已經查清楚了 財報沒有不實 所以不會再進一步調查 請問曾主委 等一下 不得了的 金管會主委 他替單一個股 說這件事情 他應該是由檢調來做說明 他是金管會主委 這個算不算互盤 我怎麼當時沒注意到這一條 這條是太過分了 這個算不算互盤 請觀眾朋友自己判斷 如果你們認為翁啟會講那個話 是叫做互盤的話 如果你們同意這個指控 請問曾明中這個說法有沒有互盤 我讓觀眾朋友自己做判斷 好 我把這個事情加起來 因為我今天才知道這個消息 我有點毛骨悚然 來 這個曾明中他手上 我記得因為傑明曾經去申請投顧執照 當時的金管會是跟我說 這個金管會是一個辦檢查單位 就是說裡面是有檢察官的 對 他有檢察官駐會 駐會 所以你要申請投顧執照 你不要犯法 你犯法我就可以把你抓起來 我記得我當時申請執照的時候 曾明中是 當時不是曾明中 他是別人 那裡面有幾個組長 因為要約談我 因為我要申請 我的投顧執照 他這樣跟我說的 他們是辦檢察官 那我請問檢查可以公開嗎 還有一件事 當時再生一路下跌 那應該是再生的股東出來解釋 到底你有沒有投資失利 你的假報假 財報有沒有造假 你的會計師應該來講 你內線交易 就是會計師檢調說 金管會下面有他類似檢調單位 金管下面有政期局 金管下面有任何這些單位 他一講完 請問一下檢調 可以作為嗎 請問一下他的政期局的這些 所謂的官員可以作為嗎 不可以 我剛才聽話之後 為什麼嚇一跳原因是 因為我去申請執照的時候 他對著我說 你如果有做什麼事情 我會把你們抓起來 他是這種口氣跟我講的 當然後來結明還是申請到執照 因為我沒做什麼事情 但是他這樣講合不合理 他就變成是 對我很嚴肅 對再生 說這個事情沒事了 那是不是叫檢調 就閉嘴了呢 哇 金管會主委 曾明忠先生你以前幹的事情 反正走過 留下痕跡啊 所以傑銘 我也不想無限上綱啦 要不然我也可以說 要查一下曾明忠的家屬啊 女兒啊 兒子啊 有沒有F再生的股票啊 有沒有放空啊 在那之前有沒有賣啊 或是在他上市之前 你有沒有先買啊 我不要無限上綱 我只是說 有時候人在說話的時候 有時候人在說話的時候 他可能在那個當下 無心 他可能是無心的 他可能並沒有想那麼多 也許曾明忠 真的金管會真的查過了 這個F再生股 也許真的財報沒有作假 可是你講這個話 你當年也許很多人 沒有注意這個新聞 可是今天 我沒注意到 因為當你曾明忠 你在用這麼高的標準 在質疑翁起會的時候 大家就會同樣來檢驗你嘛 那你當年講這個話 算不算互盤嘛 好 那我再來談 這一次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律委說 馬英九把手給收回去 我沒有證據顯示 馬英九有介入這個事情 可是我這樣講好了 剛剛清皇分析 其實我從第一天 這個事情一發生的時候 我就講說 就目前媒體報導的資訊來看 翁起會沒有犯法的問題 結果還有一堆人跑到我臉書來罵我說 我是非不分 在捍衛翁起會 就事論是翁起會的確 到目前為止看起來沒有犯法的問題 什麼今天報紙頭版什麼圖利 什麼逃稅 什麼內線交易 那個都鬼扯 他目前為止 就至少現在媒體揭露出來的資訊 一切合法 有沒有道德瑕疵有 我認為他兩個部分有道德瑕疵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 在解盲這個結果出來之後 其實他不應該面對媒體做任何的陳述 因為他第一他是中華院院長 第二他又是這個技術的核心技術的擁有者 而且因為這家他又是股票的上市公司 所以我認為他講的話真的不恰當 第二個就是他隱瞞了他女兒有股票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道德上很大的瑕疵 那至於這個道德瑕疵 他該不該下台 我覺得每個人的判斷的標準不一樣 譬如說有一個學生 譬如說青皇是一個 向來都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但是有一天他不小心偷吃了同學的便當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就開除他 可能每個學校校規不一樣 對啊 有的學校搞不好就這樣就要開除他 可是青皇旁邊那個明佑那個同學 他還K了其他同學 可是他都沒被開除 只被記搭過 為什麼 那為什麼就標準要一樣 對啊 我現在就要講這個 中央研究院院長的任期一任是五年 那連選得連任一次 翁祈惠今年是第二任 他的任期是到今年的十月 好 根據中央研院的組織法 中央研院的院長是由院士 他們去挑出三個人 三個候選人名單給總統之後 由總統擇一臨選其中一個 所以總統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決定權 因為最後前面三個入圍的是由中央研院的院士來決定 照理說十月到任期到 下一任的中央研院的院士應該由誰來任命 蔡英文 應該是蔡英文總統任命對不對 如果馬英九現在搶著要任命 感覺上好像說不過去嘛 但是如果翁祈惠現在就辭職呢 他辭職了怎麼辦 代理可以嗎 對 可以用代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馬英九說不行 中央研院這個最高學術當然很重要 大法官跟監察院都要補滿的人 馬英九大可以說中央研院這個最高學術單位很重要 我們不可以讓院長出去 他一定這麼說的啦 一定要趕快任命 他一定這麼說的啦 趕快任命一個院長 他一定嘛 他的個性就這樣子嘛 可是大家想想看 這樣做合不合理嘛 院長任期五年 比總統任期還久 那原本應該是十月由新總統來任命的 但是卻由舊總統把他任命完了 那從這很多的操作 其實我的感覺是背後有一隻手在操作 包括曾明中最早 第一時間再問翁啟會的幾個問題 譬如說他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浩鼎的外資 他背後的最終的基金 到底是獲利歸誰 可是對不起 浩鼎上櫃的時候 主委 金管會主委叫曾明中 這不是金管會該查的嗎 多此一問 以黨股票要新貴 不是金管會要查清楚 說你的外資股東到底是誰 你最終的利益 這個基金利益到底歸誰 這不是曾明中該查清楚的嗎 貴買中心要查清楚 回報到金管會 對啊 那為什麼 反而是曾明中在問翁啟會 在問浩鼎 所以囉 你自己該查的是你不查清楚 然後你去問人家 那你覺得曾明中不懂嗎 打手囉 我不認為他不懂 我不認為他不懂 他故意問的 因為他問的目的是什麼 問的目的是把浩鼎複雜化 把翁啟會妖魔化 然後讓大家搞不懂 搞不懂之後呢 很簡單 這個就壞蛋 就要下台 買生技新藥股 其實本來大多數都在買本孟比 世界上大概可能有幾萬家 生技新藥的公司 賺錢可能不到十家 我們知道賺錢的 大概就是那個 我們喊得出名字的 那種超級大藥廠 什麼輝瑞 螺絲這種超級大藥廠 他會賺錢不是他一開始就賺 因為生技新藥這個產業 有一個很特殊的 一般的產業是 譬如說我今天我是做一支筆 我做出來筆很漂亮 在市場上賣得很好 你看得到東西這個筆在賣 所以這個股票很好 可是生技新藥 他可能你看到他成功一項藥品 但是你沒有看他過去背後失敗 可能有100項 200項 我解釋一下這些大藥廠之所以賺錢 因為他在鎖定所有的 類似像浩鼎這樣小公司 然後他們進入到第三期快成功的時候 他就跟你買進去 他就會有兩個選擇 因為你這時候變成藥品的話 你可能要花更多時間 去設工廠什麼東西 所以他們會選擇一件事情 就是用比較相對好的價格 賣給這些大型的這些藥商 比如說像那個中育新藥 中育新藥他們那個艾滋病 通過美國FDA人體實驗 所以他後來就把他的專利權 用2.2億美金賣給加拿大一家藥廠 因為你叫中育去做 他第一他成本很高 第二他沒有通路可以行銷 那所以這些藥廠為什麼賺錢 大家捷迷解釋過 所以生技新藥的這個產業的特色 他跟其他的產業是有很大的不同 那大多數人不瞭解 他之所以本命的原因 不是他將來把這個變成製藥去賣 那太久了 而是他如果這專利權 但成功的話 他把專利權拿去賣 可能就是二三四億美金 甚至四十億美金 甚至如果這藥是真的很有效 那麼他可能賣的金額更高五十億美金 對這藥商沒差 因為他賣藥更貴 中間利潤更驚人 生技新藥甚至不用拿藥證 因為藥證是藥商藥去做 生技新藥他只要做到 我的人體 大概我的實驗 差不多第三期OK了 這就是所謂的本命比的原因 這個不能跟以前我們說電子股 因為你看不到東西 電子股是本命比 是因為電子股你出來東西 可能你看得到 那他的高本益比 你可以拉起來 但東西一賣他就往下降 可是生技不是 當你過第三期的時候 對不起所有的廠商都來跟你標了 他說你要標多少錢 那你最後有一家 他出的價格比較好 就賣給你所有的投資人 就獲利了結 那當然同時間這家生技公司 他會再繼續開發 他下個商品 再開發下個商品 他就是這樣 他也沒有打算做大 這就是生技業嘛 所以我說 這跟中天這種 就是專門做終端藥品 是不一樣的 一般的觀眾朋友可能搞不清楚 可是傑民你懂 曾民中懂 這幾天在圍毆翁 翁企會的人懂不懂 都懂 那他們為什麼不講真相 故意的 為什麼要圍毆翁企會 沒有錯 翁企會有道德瑕疵 他有做錯事 可是他有沒有必要被圍毆到這種程度 好像說這個人就完蛋了 這根本撩不夠 這沒救了 我覺得沒有必要這樣子 而且 有必要 我誘他馬英九就有救了 就逼他下台 待會我可以解釋 因為我50分鐘還沒講話嘛 對 我等會就馬上給歐老師說 所以其實真的 今天節目上 可能有些人剛剛從股票市場轉過來 解釋一下 其實我們當我標靶一旦成功的時候 很多的生技資料 就是以標靶要來 所以有些人為什麼去醫院 你買的那個 比如說對大腸還什麼東西 有標靶 那是因為這個標靶技術一出現之後 那麼這些研究標靶的這些生技公司 就開始依據標靶 不斷的產生新的一期 二期 三期 然後送到美國 拿到執照 然後賣給大藥商 但是因為他有這個技術 他會繼續下去 那像是那個所謂的 我們說的Cartel 就是Cartel就是那個 肌危酒療法 他這個一旦出來之後 他其實其他很多類似的這種疫苗 也可以根據這個Cartel的方式 他又是一條學問 所以今天翁啟輝 他是代表是一個多糖體的這個技術 一旦這個技術成功了 他就不是只有乳癌 他其他的這個癌症 他都可以繼續研發出新的疫苗 但是不代表耗鼎去賣 但是每個疫苗賣出去的時候 可能金額也許是兩億美金 也許是十億美金 也許四十億美金 也許是六十億美金 那就在於這個市場有多大 那麼哪些廠商要買 所以為什麼生機業 他說他的這個 我們說整個市場的資產一定高於他的這個 就是他的營收 因為他可能不需要營收 他只要把技術賣掉就是利潤 我們把自己講清楚的時候 你就知道為什麼我們節目 在這兩天時間裡面 並沒有像別人這樣子圍毆 歐齊會 其實他背後有因素 可是自己最關鍵的事情是 金管會主委證明中 他不可能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故事 就這麼單純 那他既然知道為什麼要圍毆呢 這就是這兩天 傑民一直針對真名中質疑的原因 我想這答案慢慢清楚 難道又是馬英九的手 不要開始這個 不要這個 就是趕快又升進來了嗎 好 但是我想一件事情 可能會聽到馬英九心碎的聲音 因為蔡英文跟這個習近平 可能會在巴拿馬見面 這怎麼回事 巴拿馬大使證實到民進黨中央 遞交邀請函給準總統蔡英文 我認為她可能會參加 巴拿馬開啟禮 八國表達期待 希望蔡英文出席巴拿馬運河 今年6月26號拓寬儀式 全球共70位國家元首 及政府領導人受邀 其中也包括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讓蔡喜會出現曙光 中共那邊一直去避免在國際社會 尋找兩岸領導人在一個國際場合出現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認為習近平想要藉這個機會 創造習蔡英文的機會可能不會太大 巴拿馬運河的整個構築的過程中 也有包括中資的影子在裡頭 因此我們覺得其實這部分 到底會影響多深多遠 還是蠻值得推敲玩味的 所以絕對不是說人家給個禽鐵 今天不是接到一張禽鐵就吃喜酒 今天是人家給一張禽鐵 但是背後有蠻多的政治角力在裡頭 但綠委即便樂觀其成 卻也不免化憂心 因為台巴友邦一試忌 就怕習近平出席會讓台巴關係出現變核 昨天當時人們問我 巴拿馬的網絡是開放到國際上的國際上 這是這個問題的答案 但是台灣是我們的友人 我們跟他們有關係 所以我們在這裡 為了展示台灣人 對巴拿馬與台灣的關係非常好 不必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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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拿馬與台灣他們是好朋友 但八國大使在在強調 台巴非常友好 請台灣人不用害怕 李將也表示已經獲知訊息 將在此之後對外說明 現在就看見為 我們會對上任後的第一份 對角視鏡 謝謝對方 我們沒有聯絡 聽到了嗎 我沒有聽到馬英九心碎的聲音 要亡了八年耶 八年才見到習近平 我剛才... 沒有 因為總統太遠 我聽不到聲音 我不知道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這個站在總統府的馬英九 是不是心碎了 要回去撿碎片 還是趕快再修 把自己下面修得更帥 然後寄給巴拿總統 說不要忘記我是馬英九 不要忘記我 還是要邀我這些人的元首呢 我想這種事情 這種噁心的事情 大概全世界就馬英九 跟他的朋友 那位自愛的朋友 最愛幹的事情吧 好 但是不論怎麼樣 歐老師 我們現在看 這個我們本來講說 這個有一位謝金河社長說 要啟動了這個政治核報 可是核報好像還沒有聞到的時候 先聽到就蘇巧慧 是不是要槓他 槓小英 這個事情等我 我會請教一下民友 但是這個消息 怎麼會突然發生呢 外媒突然說 這個與我邦交的巴拉馬政府 已發出邀請函 那他剛才還說了一句話說 他說什麼 這個Don't be afraid 就是叫我們不要擔心 巴拉馬跟臺灣關係很好 那是誰讓誰要fled 那我先把這個綜合前面 然後連到這個議題來 把它解說一下 目前曾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是炸彈客的角色 所以他不是生產炸彈的人 第一點 第二 曾命中的金融能力 其實你很清楚 全國所有財經專家 把他排一排 誰適合到做金融會主委 曾命中大概排不進一千名 如果曾命中可以當金融會主委 你就應該去當央行總裁 我這講不誇張吧 誇張 他的金融能力真的不好 我們都在財經界待過 那個年黃座副行長 我們都在財經界待過 我說真的 因為金融界裡面 大家對於大家 每一個人的財經能力 因為他是很多細項去計算 跟醫學界是一樣的 曾命中有多少財經能力 你叫他自己出來講 好 那我們就不多說了 下一個 再來為什麼把翁錫慧 作為這次的主角 以及現今為什麼這麼說 我簡單地說 因為學者很適合用來當炸彈的隱性 因為擠學者最好擠 好 我舉一件很簡單的例子 以我個人為例 我每次 你也是隱性嗎 不不不 我把別人當隱性 你炸了什麼 你炸了馬英九 還是馬英九的姐姐 還是馬英九自愛的那一個 都有 我要講的是說 譬如我在講某學校 我沒有講學校校名 也沒有講校長名字 就會有三所以上的學校 跳出來說我在講他 有包括姓金的嗎 他不在學校裡 我意思是說 學者會自己對他入座 你知道嗎 會自己越講越多 結果我明明講的是北部學校 中南部學校有人跳出來 然後說要告我告到底 然後去朝來以後 發現歐東京沒有講任何學校 也沒有講校長名稱 然後我已經在他被 被在校務會裡面罵了一頭 沒有 告人是不需要理由 自己背著行李去日本海關 然後這個被人要拍到相片 他也可以告人 所以告人其實不需要理由 他愛告就告 OK 那我並不像汪傑銘 直接提到金補充三個字 我連名字都沒提到 就有人說告我 那這是學者的特色 我剛剛不是說金補充去日本 是金補充去日本的時候被拍到 是 那我要講就是說 學者經常會自己就越報越多 這學者自己的弱項 那翁錫慧也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說選他做隱性很好用 好那從他那裡炸出來 會炸出什麼結果 就謝金合說的嘛 我算一算 影響到的人最多可以大概二十多個 還有二十多個影響到 但是他不會立刻全部出來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大家很想知道 觀眾朋友 你只要看有一個人疑似怎樣 可是還沒有獲得確證 然後還在爭議之中 馬上檢調啟動的 你就要想到是誰幹的 聰明的大家一定知道 這一定要有輔方的能力 才能夠幹吧 監察院 儀式而已 檢調 對 財稅 財稅單位 立刻全面啟動 就好像我們看那個倫敦公戰 那要這麼全方面 那全世界就ISIS有辦法嗎 那打柯文 這裡是馬英九啟動的嗎 他還沒有到這麼複雜 還沒有到這麼複雜 這麼高層級的 一定要輔方才有辦法 立即的這樣啟動 所以立委才會說 請總統把手拿開 就解讀出來了吧 那請問他為什麼要這樣 在這一陣子這樣 我們發現有什麼效果 因為馬英九少被罵了 黨產已經被要到 救護團要被要回去了 復聯會要被要回去了 對不對 海外黨產五千也查出來了 而且據說五千已經變三兆了 到這一步了 有不了 這個數字還沒看到 什麼時候看到 是誰講到 上禮拜就有了 然後連越南那部分 已經從五百億變兩千多億了 還有人把單子拿出來了 好 可是這個炸彈 一出來以後 對對對 待會兒市委你有聽到 剛才歐老師講的 海外資產變三兆 在越南已經變兩千億了 兩千多億 那如果有這麼多數字 幹嘛擠得連那個什麼 做瓦的那個土地都要賣 如果有的話 那國民黨那些土地都不會賣 不是啦 先往外賣 裡面先把它進空 裡面宣布破產 因為這家公司爛掉了 換別家公司 國民黨的一個黨產 只有帛琉的一個股權 跟那個日本的台帽大樓 這樣子而已 我跟你講 所以一樣是前國民黨 跟現在國民黨有這樣的分歧 一個是說已經三兆兩千億了 一個說只剩帛琉 我跟你講 如果你選隱姓 選鄭世偉 就什麼都包不出來 他堅守如平 堅守如平 對對對 他是最好的 我們說那個最完美的 軍統系統的人 軍統 對對對 沒有我知道的比較少啦 OK不像我知道這麼多 他最完美 他跟軍事有關係嗎 軍事統治局啊 如果選他做特務 他會最完美 現在歐老師還是活在過去 好啦 那我回頭說 當他這樣做了以後 交給成功的轉移了 還有另外一個效果 因為大家如此再攻下去 已經再向前進步就是 520以後 馬英九究竟會不會坐牢 這個事情已經瀕臨城下了 以及他旁邊那幾個重要的人 會不會坐牢 已經完全瀕臨城下了 這個炸彈一出來以後 我用敏良一番 要死大家做得來死 現在反正百個月了 不然你現在要怎樣 蔡英文 不然我要死給你 你看要怎樣 這個就很白話的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所以派蔡英文出去 你先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 後面的按鈕按在我這兒 我要試多少 現在是我的道理 就是這個道理 OK 於是蔡英文就出來了 暗表操課 我為什麼前面先鋪陳 告訴他說 其實金融能力是不好的人 為什麼派一個金融能力 不好的人在前面呢 因為他會很乖乖的 暗表操課 昨天我們不是在本節目說了嗎 他原來就聯絡官出身了 一個只是省議會 聯絡官的人 聯絡官的人 真的不簡單 做到金管會主委 金融業的頭後把手 如果按照那個年資再算的話 他至少在當時應該是某銀行的副總經理 那個level會比較正常一點 你懂我的意思嗎 他不是 他也不是那個系統了 他是那個聯絡官 所以這樣子看起來 是不是美國現在看馬英九 已經看到覺得受不了了 所以馬英九就指使巴拿馬 因為剛才那句話畫面很好玩 竟然會有一個巴馬爾大使 對著台灣人說的這麼一句話說 Don't be afraid 到底是 who are afraid 所以這個效應 是不是替蔡英文解套了 我跟你講 蔡英文看這個詐欣可以的話 看了一定覺得好笑 就說我都還沒有出手啊 你就已經演了這麼多一頭褲褲的戲出來 那顯然是你自己很握緊 所以從蔡英文的角度來說 他完全不用急 他看你想幹什麼 因為他現在才剛要就任 請考慮你 蔡英文還沒有就任 他現在都還不是總統 是準總統而已 你就已經演了這麼多 然後自己把自己的 難聽一點 把屁股露出來給別人看 把自己的被窩都給踹穿了給別人看 應該是給另外一個人看吧 我跟你講 蔡英文他現在只要幹一件事 就是黃鶴樓上看翻船 他看你想幹什麼 而且你們自己的人 一定會窩裡反 自己搞自己的 他完全不需要 我如果是他 我用另一種態度 你怎麼看現在要衝啊 對不對 好消息 所以思維現在怎麼拜託 我要問你一個簡單的事 這次馬英九出訪花了多少錢 八千多萬不是嗎 這個是外界的預測說八千多萬 那那個時候外交部只講說 有可能會把他控制在六千萬以內 那到底是六千還八千 他現在還沒有講 所以這個這麼簡單 數字講不出來 他到現在還沒有釐清出來 那如果真的是八千萬 就佔了我們今年 絕大部分的稅出了 那請問一下 這個我們小英還有機會去巴拿馬嗎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這個我覺得剛剛講的 馬英九判著習近平判了八年 好不容易牽了一個手 心裡開心到不行 人家是由美國安排的巴拿馬到台灣 還說一句話 Don't be afraid 是你們國民黨在恐嚇 afraid 所以叫你說不 afraid 因為現在執政者是你們 所以他對著我們民眾說 Don't be afraid 那我想說 我們為什麼要 afraid 就是因為國民黨恐嚇我們 所以現在怎麼樣 現在馬英 現在美國就打算要狠打這個歐巴馬 叫巴拿馬去打馬英九嗎 我覺得第一個 我回應解明的 如果說蔡英文準總統 未來在六月份 他要出訪巴拿馬 你講說這個馬總統 他出訪瓜地馬拉的這個外交經費 然後就沒有錢去了 這一點我跟您做報告 絕對不可能 因為如果蔡英文準總統 六月份要出訪的話 外交部用這個做這個外交的一個經費 預算做調整 他絕對還是有錢 能夠讓蔡英文 我們視為在講那個錢的時候 是用這種表情 就是撥來撥去 預算就是這樣子做調整 看起來國民黨很喜歡做這件事情 沒有 國民黨 我沒有這樣子做過 對啊 撥來撥去 突然又撥出一塊土地 那土地是燒瓦的 我真的太神奇了 我等一下回應你這個問題 第二個 你講說巴拿馬 他今天如果在當地的運河拖關工程 那我們蔡英文準總統 到達那個地方 那習近平也去的話 他能夠在巴拿馬當地 促成蔡席會或者是席菜會 站在我們國人的立場 我們樂觀其成 你今天講說 馬總統會覺得講說 蔡英文去的 然後跟習近平會面的 他會很惡玩 他會很生氣 我倒覺得不會 為什麼 因為馬總統 他無外乎 他去做這個馬席會 他也希望 就好像最近大家都在探討的 都說馬總統要下指導級 給這個蔡英文 那事實上如果蔡英文 他能夠在第三地跟習近平見面 如果以臺灣來講 我們站在國人立場 我們是樂觀其成 我真的想這邊 旁邊跑一個跑馬燈 題目事情是說 你覺得馬英九看到蔡英文 去見到習近平 會覺得很開心的 覺得不開心 覺得心碎的 我要請他表決一下 我看大家都覺得心碎 開放語音投票 可是我要講一件事 你不妨三月三十二 雙英會談的時候 我們希望 世偉 我在問你 我在問你問題 你在講馬席會的時候 曾經說過習馬會嗎 沒有 但是你剛剛講蔡英文 你剛剛講蔡英文 講習菜會 所以你心目中已經 你心目中已經 你心目中是不是已經 就覺得 糟糕習近平可以見到蔡英文 覺得心裡酸酸 因為你從來沒有講過 但是我剛剛講的是兩種 習馬會 我相信針對於這媒體的一個報導 你不管講說是馬席會或習馬會 蔡席會或習菜會 我相信媒體運用的一個空間 你如果說站在我方的立場 當然都是把我們的總統把前面 我覺得只有你有辦法對付國台辦 不要這麼說 但是我今天話回來 我還是回應一下 剛剛傑兵哥 一直想知道 講說那個航路地 土地的一個問題 事實上 最近我都在內部的時候 那個航路地的土地 我等會再問你 你等會再問我 我一定會問你的 怎麼又有一塊土地冒出來 到底 因為我想說你一直講 來 我這樣講 問到巴拉馬 你要問到我們來賓一個人 因為他真的去過巴拉馬 去跟陳水扁總統去過 我不知道馬英有去過了沒有 但是 就是有一個人真的 有去過 有去過 馬英有去過 這次沒去 這次沒有 來 年華 又是你 你去過巴拉馬 我還去過兩次 你還去過兩次 對啊 一次是出訪 一次是他們建國一百週年國慶 那一次巴拉馬也是擴代舉辦 因為一百週年國慶 那一次美國是派他們的當時的國務卿 就是打波安戰爭的將軍 鮑威爾將軍 當總統特使 那英國是派了史恩康納來爵士 就是那個演員史恩康納來 對 就是他 對 他是爵士 帥嗎 很帥 而且我還跟他做了一個短短的專訪 那有你帥嗎 比我帥 風度非常好 但是你太太還是愛你比較多 當然 那是一個英國聲勢 那一次其實 那一次其實因為去與會的各國的元首 或是元首的特使 大概加起來有差不多四十幾位 所以那一次其實對台灣來講 是一個還蠻重要的一個外交活動 那這一次的運河拓寬的完工典禮 根據媒體報導大概會 巴拉馬預計邀請七十個國家的總統總理 或是這個領導人 那我們打個折好了 當然不可能七十個 全部都去 但是我想派代表一定會 那如果說以親自與會的總理總統 來算起來的話 我想打個對折三四十個應該跑不掉了 所以我會很認真的建議 所以我會覺得蔡英文應該要去 我覺得他應該要去 因為這是 畢竟這是他上任之後第一次出訪 再來也是 這對台灣來講是一個很難得 在國際間可以跟其他國家的元首 可以至少做一些見面的機會 那我不認為習近平會去 因為以中國的基本國策 他不會在國際場合公開跟台灣的總統 你變異國了 對他就承認你跟我對等 所以我不認為習近平會去 那現在雙方是不是開始就要疊對疊呢 就是蔡英文也先不要講說我要不要去 然後習近平也不講我要不要去 可能到最後可能出發前兩三天才開始去公布 但是無論習近平要不要去 我想因為中國這幾年來非常積極在經營巴拿馬 很多觀眾朋友可能不知道 中國的外交部的官網 從大概2009年開始 就把巴拿馬列為他們的邦交國 當時我們在友台節目還質疑過好幾次 巴拿馬明明是我們的邦交國 可是卻被中國的外交部列為是他的邦交國 而巴拿馬並沒有雙重承認 事實上北京也不接受雙重承認 所以這個歷史的謎團一直到現在 就是好像兩國都各自講說我跟巴拿馬有邦交 所以我覺得中國應該即使習近平不去 我想他們大概也會派一個層級不低的人去 因為幾年前其實中國還想爭奪巴拿馬運河的經營權 那後來是因為被美國給出手干預 所以中國才沒有拿下巴拿馬運河的經營權 所以中國這幾年其實在巴拿馬的經營非常的積極 他們應該不會放棄這次機會去加強跟巴拿馬的關係 那對台灣來講巴拿馬是我們在中美洲 非常重要一個邦交國 而事實上我們的長榮海運 其實在巴拿馬運河講話也是有影響力的 因為他的船隊在運河的使用量非常之大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今天他的回答說他會積極考慮 那我倒是認為說他應該要去 不管能不能在這次見到習近平 其實我覺得就順其自然 能見到就見到 如果見不到其實跟其他國家元首見面 其實也是一個好事 好 講到這件事是真的好事 不過剛才我還是覺得回味不已 為什麼這位巴拿馬大使 一定要在我們記者前面說 Don't be afraid 不要擔心 巴拿馬跟台灣的邦交是很穩定的 可是你知道每次人家說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會發麻 我最近都一直在發麻 因為有可能是反話 我一直最近在發麻 因為他發麻可能是兩種可能 一種可能就是 我不會跟你斷交 像之前不是有一個人跑去非洲跟人家比體力嗎 比完半天的時候 人家就跟他斷交 比體力的時候比得很開心 而且人當然我一下一定要輸人家 其實不是人家 是甘比亞的總統 那個身體那麼強壯 但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令我感到很擔心 是不是我們內部恐嚇自己 是不是自己外交部在恐嚇自己說巴拿馬 蔡英文當選之後就會斷交 逼使美國要出招 讓巴拿馬來邀這個蔡英文 那麼習近平要接招 習近平一直認為巴拿馬是他們重要的國家 其實我跟老闆想要講 年晃講那形容巴拿馬長得是什麼樣子 聽說他的景色是兩極的 那不論怎麼樣 另外一個議題來說 其實這是一個嚴肅的議題 林中生大家知道吧 林中生竟然要去籌組一個基金會 他打算繼續幹買辦嗎 這次國民黨之所以敗選 就是因為買辦橫行 而林中生的薪水幾乎高達30萬薪水 比入委會的薪水還高 這個傢伙老先生要花150萬 去中國玩10天 這又是什麼鬼呢 我們來看這個消息 海基會成立25週年 馬總統到場祝賀 董事長林中生積極推展兩岸政商交流 馬總統相當肯定 我們當時找他來的時候 媒體說他是一張白紙 現在變成一本厚書 那總統告訴我 你到海基會 你要勤跑大陸 那我已經跑了40多次 我到每一個地方 我都告訴他們台灣的成就 我們台灣人民是尊貨善良 勤儉卜 林中生還沒有退休打算 政權交替兩會關係勢必生變 林中生打算自組中華民族發展基金會 據傳已經獲得海協會長陳德明支持 未來要持續發揮海基會現有功能 林中生他那白紙套幹那麼久了 還覺得時間做得不夠長嗎 林董事長可能是在中國那個地方經營久了 可能當董事長當久了會上癮吧 現在也有很多以兩岸為名 或進行兩岸交流的這些社會團體 或者基金會其實已經非常的多了 有沒有必要再去成立 我覺得這個還是一個問號 不僅擔任董事長時勤跑大陸卸任前 林中生還規劃要再到對岸 進行十天七省的畢業參訪 運輔將花掉一百五十多萬女費 執掌海基會三年多 看來林中生已經決定退而不休 記者總括答 怎麼會有這種老先生 剛剛看到一副這個很開心的樣子 來我們比一下薪水 這個薪水是明目上是二十四點七 可是根據這個委員的想法 立委的猜測他薪水應該有近幾三十萬 那麼陸委會主委是他的上司只有十九萬 然後呢 他的這個副秘書長的時候是十五萬 那麼升到這個副主委是十六萬 就是海基會的副秘書長是十五萬 那麼陸委會的副主委是十六萬 所以看得出來陸委會副主委十六萬 贏過了這個海基會的這個秘書長 但他自肥 他自肥薪水比陸委會薪水更高 到底是陸委會比較大呢 還是海基會比較大呢 好那我們再來看 就一般處長的薪水又不一樣了 這個陸委會的處長薪水是十二萬 但是呢 海基會處長薪水竟然高達十二萬 到十七萬元內 十七萬元內 好了 那平均每個員工的薪水呢 陸委會平均每個員工線 年薪是一百三十一萬 其實真的啦 講在一般老百姓心裡面 聽起來很疼啊 對不對 那個隨便員就是一百三十一萬 可是如果你覺得一百三十一萬 你很心疼的話 海基會平均是一百三十六點二萬耶 這是什麼樣的鬼 這家屋要花我們一百五十萬 跑去中國島玩十天 耳不耳心啊 我們接下觀眾電話來 台北的胡先生 胡先生你好 喂 你好 喂 請說 我可以講話了嗎 對 可以講了 請說 可以講了 我覺得你們這節目做的 在前就是把政府執政的時候 我覺得不錯 就是監督他們 那我還是希望你們一本初衷 就是當新政府上台的時候 一樣強力監督 是 胡先生一定會做到這個事情 對 我覺得像剛剛聽那個院長的事情 我的看法是這樣 是 院長如果他沒有那種瓜田裡下 我想大概不會被人家這樣批評 對不對 可是如果今天他做的 有讓烙人口食的時候 他自然而然會被人家批評 那至於事實是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都不用去預設什麼立場 那我還是鼓勵伊電視就是說 做好你媒體該做的事情 我不希望伊電視最後綠化 因為這樣看了我就會覺得很悲傷 因為我覺得說你們監督馬政府 我覺得那個非常給你拍拍手 因為我覺得國民黨的蠻寒也讓你們 就是說把它指正而且把它打倒 那我覺得這非常好 我非常喜歡看到就是說 政黨的輪替這種是一個健康的事情 但是媒體要有媒體的格 媒體要有媒體的那個該做的事情 而不是說今天當新政府上台 好像你幫他上台之後 好像你變成他朋友 你變成他同路人 那我這個就不希望看到了 好 胡先生謝謝你這些建議 我們一定會監督新政府 你放心一定會的 好另外是台北的吳先生 吳先生你好你在線上 你好 我是想談那個巴拿馬的那個慶祝活動 好啊 那個蔡總統 假如是這個台灣的名稱 我們國民不被矮化的話應該參加 但是可能習近平就不參加了 然後假如習近平要參加一定要中國 然後被矮化的話這個要考慮了 這個是不是蔡主席這個本身要出席呢 或者是由比較低階層的那個代表去參加 這個都要考慮一下 吳先生我請教你一個問題 你會不會認為這件事情跟美方一定也有關係 美方當然有關係 他實際上假如是台灣的那個國民不會被矮化的話 當然當然就一定要參加了 好 謝謝吳先生的看法 好另外是新竹的蔡先生 蔡先生你好 你在線上 大家好 曾宇是越變越明明 翁錡會的問題就看在陽光下 他如果沒有技術轉移 有收費的情況 那自然就能除眉除臭了嘛 老KA黨 他有收入股票上貴內線交易的肯定是更多啦 那是否也可以比照宇昌案的嚴格徹查呢 在不偽造文書的前提之下 一併就辦 違法者訴審訴 否則就還人清白嘛 憲政黨輪替之後 有貪腐組織也在也監督都是好事啦 這是台灣最好的政治組合啦 民進黨如果有貪腐 就馬上就會現行啦 讓那個掌握權力者 他不至於亂來啦 這會是台灣人民之福啦 巴拿馬運河擴建工程 在今年的6月26舉行進攻通行儀式嘛 邀請70個國家的元首 包括習近平與蔡英文 確實蔡英文如果有機會 與習大大握手寒暄的時候 要記得說台灣的全途 不是你我能決定的 要經過台灣2400萬人民共同決定 好 謝謝蔡先生 我相信話應該有傳到我們小英總統的想法裡面 不過我要回應一下我們第一通電話 其實如果你長期有在看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批判這個陳菊市場 對日月光的縱容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的言辭是非常嚴厲的 那麼之前在討論到生計這個小英家族的時候 我們花了一個小時來解讀 就是小英家族的錢 以及他過去所設的基金會 那當時我就在這個節目上指引說 小英你是有分配財產的 你會不知道你的這個哥哥 就是同父異父同母的 買了你那些土地 我們都有去監督 對應該是同母異父的這個 我們都有監督 所以其實那甚至當時賴清德市長在這個 就是我們說的當時的這個文職事件的時候 我們花了一個多小時去監督這件事情 他沒有進議會我們也監督 所以現在的階段事情是說 因為蔡總統他還沒有擔任這個總統 所以我們現在當然會談比較多一點 就是還是現任的事情 那至於說翁院長的事情 我想剛才這個金蘭有充分表達了另外一個聲音 那只是很不幸的是 我跟這四個聲音比較接近 好就是這樣 但是問題是我們是 我傑明是站在就是曾經是證券市場的角度來看 這個證券的交易 那如果覺得是翁院長有刮田底下 我想這個 這個剛才這個金蘭也都講得非常清楚 連這個年晃一開始也說 當時他發表這句話的時候 他也感到非常的震驚 那節目一定是秉著就是正職客觀的方式 我想那個偉才先生你不用擔心 如果傑明不是這種人 我就不知道什麼人是這樣子 當然我對於金輔聰先生我還是很多意見 但是不論怎麼樣 開玩笑的 不論怎麼樣 明佑您怎麼來看這件事情 就是從林中生拼命開基金會 但是小英要去巴拿馬 這是兩個極端的不同的事情 一個是要去現場我國際上的一個 就是我們的外交 一個是還在經營他自己的小團體 其實林中生這個發展這個什麼 中華民主發展基金會 而且還要海協會張德民點頭 其實我覺得有兩個用意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中國國民黨的大佬們 在中國的投資 我上次講到那個曹壽明 就講到平坦 平坦投資有誰 之前爆出李全教也是其中的這一種 曹壽明是平坦的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計畫者之一 對 那雲南有一個台灣經濟元區 也是曹壽明他們去標的 天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從林中生的種種動作 其實是要維護中國國民黨 在中國大陸的投資 而中國國民黨的大佬們 連戰家族 高一仁家族 有沒有在平坦投資 我覺得這個都是很大問題 如果今天一旦政權交接了 是不是這些投資會發生變難 中國是一個極權國家 大家不要忘記了 我如果在政策上給你動手腳 你平坦所有幾億的投資 我都把你消滅了 對這些大佬是不是影響 第二點 林中生想間接取代海基會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講 因為林中生我參加過幾個 中國來台灣觀光的宣傳 等一下 民友你說對了 他會不會預期將來 有可能小英上任之後 海基會如果提不出 比較強而言的董事長 他會弱化 這時候林中生的基金會 就可以取代 磨洞取代 想磨洞取代 海基會的董事 海基會功能 這樣很噁心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他這次去拜訪 十個重要的城市 他其實是不是在找據點 將來由這個基金會 直接掌控這十個據點 想辦法去影響小英 在中國大陸的活動 是這麼噁心的事情嗎 傑民哥 你要講的跟我講的差不多 為什麼 因為林中生他任內最大的特色 就是每一個月在圓山飯店 都有中國各省代表團 我們新聞是看不到的 在那邊開記者會 開記者會宣傳 各省的什麼觀光景點 兩岸的合作 觀光合作 所以林中生是很 這一次去幾個據點 都是跟他有觀光上利益的合作 另外一件事情 海基會他現在如果小英執政跟中國停止對話 兩岸關係停止對話 對國民黨有沒有很大的影響 很大的影響 所以林中生才要成立一個叫做 中華民主發展基金會 我們光聽名字就各噁心了 就叫中華民族 族群的族 我們是同一個血緣的 所以我們未來國共是合作的 民進黨現在執政了 那是民進黨還要是 如果今天蔡英文 停止跟中國對話的話 我們這個基金會 就取他海基會跟陸委會這樣的功能 另外第二點 我們剛才我們一直看到中干建交的時候 中國照讓我們這邊國民黨在新風 不要忘記現在執政黨還是中國國民黨 海美政權交接 可是他們一直在講說 如果蔡英文一上任 雪崩式的外交 第一個外交會雪崩的是誰 巴拿馬 所以剛才我們看到的他的大使 已經表明得非常清楚 恐嚇的聲音是來自於國民黨 執政黨對人民的恐嚇 沒錯 這個我覺得就是長期以來 什麼九二共識一中 同不同表都是同樣的問題 都是中國國民黨在製造這個議題 幫對岸在新風作讓 給台灣人民恐嚇 所以小英如果到巴拿馬去 第一個他不會在現在表態 因為如果他急著表態 中國又要大手筆的動作出手 不要忘記要巴拿馬運河第二大的債運量 就是中國的債運量 所以中國是巴拿馬很重要的投資夥伴 可是另外一個重點 巴拿馬長期以來是美國的後花園 他很多還是聽命於美國政府的指示 所以他邀請蔡英文來 一方面是給中國非常大的壓力 所以我敢說習近平不會去 因為去了就降低他的國殼 如果巴拿馬到時候要用中華民國 不是用一中 不是用China Reportment of China 是中華民國的總統到巴拿馬來 參加我們的運河開幕的典禮 而習近平去要用什麼樣的名字呢 這雙方這種外交角力 還要再進行一陣子 因為我代表處已經接到這個帖子了 正式的邀請蔡英文就任總統後 六月到巴拿馬去參加他們運河典禮 所以我們從這兩個畫面來看 比例上非常強硬 為什麼 因為這段時間馬習會之後 我們看到馬總統不斷的 拓展他的外交空間 可是拓展的是中華民國的外交嗎 問號 為什麼問號 因為就有立法委員就正式的要叫外交部提出說明 因為有日航 蘇智芬嘛 他就說日航 你怎麼可以用 就是這個消息來 看一下來 松山機場登機陣進出現中國台灣 這是PPE報的 那麼發照國家地區叫做中國台灣 那麼國際中國台灣 這個事情爆出來之後 松山機場已經向全日空反應修改系統 那我的問題事情是 松山機場你是失能了嗎 所以所以會不會就有很多人就喜歡 從松山機場到日本 然後再之後日本的這個地勤人員幫他搬行李呢 是這樣嗎 所以回來一件事情說 全日空怎麼會做這個事情 很噁心耶 所以噁心喔 包括我們 前幾天我們節目也在討論 越南這個足球代表隊的問題 中國台灣同樣的問題 台灣其實是不斷的自我矮化 包括巴拿馬等等的國家 其實都一直看著台灣在自我矮化 我們一直給 國民黨一直矮化我們台灣才對 這樣講正確才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馬英俊 再說一遍那句話 國民黨一直矮化我們台灣 鄧思維有意見 我等於照回憶 我看他沒有反應 所以你看馬英九總統可以容許 容許China的存在 國民黨搞不清楚一中同不同表 我們外界也無煞煞 無煞煞就算了 林中山去發展中華民族基金會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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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同一個族群的 最近又看到台僑華僑的爭議 等等 是不是馬英九政府造成的 會雪風似的外交嗎 我跟各位保證 如果台灣的主權捍衛夠強 不會發生 如果我們自己失去信心 就真的會雪崩式的親中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過去的歷史 真的歷史會不斷的展現 他這個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次引爆點是 林中山竟然要設一個基金會 那根據這個剛才民友說法 是這個基金會 將來的目的是要做觀光的生意 還是要取代未來小英執政的海基會呢 好 不論怎麼樣 當時馬英九可是讚美林中山使命必達 意思說 只要林中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馬英九希望他使命必達 按照馬英九讚美林中山使命必達的說法 我們就可以合理的懷疑 林中山要搞基金會 是不是馬英九指使的 我們來看這個內容 馬英九說 相信林中山未來可以變成台灣跟大陸 最重要的橋樑 Bingo 所以海基會沒有 他繼續請林中山做橋樑嗎 而海基會變成什麼東西 根據這個立法委員的說法 海基會已經變成是國民黨的特總黨部 叫做海基會養老院 就是現在 那麼他說把董事長當作積勒 把海基會當作養老院 反觀中國的海協會大量的換血 年輕化 然後我們是大量的換血老年化 你看這個林中山這個老樣 所以換言之 賴政昌就是說 海基會已經變成國民黨肥貓養老院 果然薪水特別高 不只如此 我們繼續看 國民黨幹這種事情 是不是有經歷 有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上海的房地產 在浦東 一塊地要四萬元一平方米 那麼折合這塊地只有多少 這塊地只有大概差不多 五千六百平方米 要賣五點六八億 我們再看一下 這是在二零零六年的房價 二零零六年房價 大概是來看一下二零零六年 有塊地在上海浦東 那這塊浦東地的價錢 是四點五億 土地面積是二點四萬平 二點四萬平賣四點五億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我們偉大的這位先生 這位偉大先生是誰呢 這偉大先生叫徐立德 徐立德跟廉家的關係是不聯而喻的 廉家是中國的買辦問號 我想大家都認為 連戰在中國是有些利益的 連戰我想你也不需要否認吧 那徐立德繼續完成這件事情嗎 他的環宇投資去浦東買一個就是醫院 那個醫院高達1.6萬平方米 價格只要四千七百五十萬人民幣 你有沒有看錯 再看一次來 2008年2017年 2018年2017年 徐立德用他的環宇投資 環宇投資怎麼來的 環宇投資是由藍營色彩濃厚的企業 又來了 那我問一下 這個林宗生的基金會 也是藍營色彩的基金會 還有國民黨的失業加持來 好 雖然這個 這個徐立德說不是國民黨 但是是不是國民黨 又是不是國民黨把錢轉過去了 可是重點事情是 喂 在上海浦東 我們剛剛講最便宜 2.4萬平要賣這個4.5億 所以平均每一平 大概至少賣個1億多的人民幣 結果他買4千7百 1.6萬平只要4千750萬人民幣 這什麼鬼 所以我要問今天市委 難道國民黨這次敗選不夠嗎 國民黨敗選就是基金會太多 黨產太多 還有兩岸太過輕忠 現在還要繼續輸下去嗎 由臨終身所帶領這些參與部隊 繼續讓你們國民黨繼續輸下去 傑民哥剛剛一開始就講 國民黨1月16號敗選 那國民黨如果說像剛剛明佑所說的 我們都用恐嚇式的一個外交 我們都是恐嚇式的兩岸政策 那國民黨不會敗選 那今天既然我們提出我們的論述 那我們今天民主的一個過程 我們輸了 那今天你說這個海基海協 大家也都知道 是兩岸官方的民間組織 做兩岸交流的一個事務 我想像海基會 他在服務的是中華民國在臺灣 到海峽對岸去 這一些的一個國民 那你說做兩岸的一個民間組織 你說他是肥貓嗎 不是 海基會不是只有在國民黨政府裡面 才有這個海基會 歷任我們現在已經要第三次的政黨輪替 陳水扁政府那個時候 也有利用過海基會 那你想說今天林忠生董事長 這過去的行政院秘書長 他今天如果卸了 就如同今天爆派所說的 他要成立一個中華民族發展基金會 那你就想說他成立的這個基金會 他就可以取代海基會嗎 我相信如果他成立了一個民間的 一個基金會 就能夠取代官方的民間的這個 海基會的話 那這樣子未來蔡英聯執政的政府 那也太弱了吧 你認同當林忠生 擔任這個海基會主委的時候 大幅調高海基會的薪水 超過入委會的薪水 你認為這件事是合理的 合不合理 應該由立法院這些立法委員 他們去做決定 他們不合理 不合理的話 他們可以去刪減預算 就是刪不下去 我相信 針對我們的法律層面來講的話 如果可以刪得下去 為什麼這立法委員要開這麼大的招待會 說你看海基會薪水 比入委會來得高 而且不要忘記了 立法委員以前哪個黨最多 傑民哥 我請問一下 當時在討論海基會薪水的時候 現在是民進黨多數 我相信民進黨現在不是在做轉實 你回答我嗎 我請你回答我 當時海基會的薪水 超過入委會的薪水的時候 請問一下立法委員是哪個黨 比較多 當然是我們國民黨 所以就是說也是國民黨同意 但是我相信 海基會 當作一個肥貓 專門吸納國民黨這些人 所以就把薪水調高這樣 你海基會的人是下屬單位 薪水竟然比主委多了十幾萬 這可以接受 我想接受不接受 我還是講立法院的一個決議 當然我們必須要去遵循 國民黨就是多數的立法委員 國民黨是多數 那如果是國民黨是多數 那我相信很多的一個法案 我們都不通過 所以國民黨接受海基會的薪水 我也必須要講 這一定有經過草野協商 那你今天不要講說 國民黨是多數 那就全部都投給國民黨 如果經過草野協商 為什麼沒有公開記者招待會講 草野協商 假設 傑民哥 假設如果說是在國民黨多數的時候 通過了海基會的這些薪水 他們是比陸委會高的 那現在換民進黨 他的多數他也可以把它做刪減 他也能夠把它做調整 我們會民黨一定要刪減 但是問題來了 國民黨怎麼那麼喜歡開基金會 林中生開這基金會 你看法怎麼說 我想每一個基金會 都有他成立的一個宗旨 跟他的一個目的 那如果說今天成立的是海峽對岸的 這個基金會 他是做兩岸交流 我還是強調 他只不過是一個民間的一個組織 他能夠取代官方的性質的話 那這樣子官方的性質也太弱了 柯老師你覺得呢 這個林中生現在是在做 準敗Q丁的動作 就是說馬政權好不容易 終於把這個第一買辦連家給取代掉 因為這個進行把連家的第一買辦位置 幹掉的這個工作 大概持續幹了五六年 終於完成了達政了 達政了以後本來應該是 他要好好的把這塊餅收好 因為為什麼他很重視這塊餅 因為他當了江民坤面前講 以後啊 這個我們的海基會的董事長 就做專任董事長就好了 不要讓董事長 還發展其他的業外工作 對以前海基會的董事長是沒薪水的 現在薪水別再這樣講 好那當然江民坤到現在力量還很大 這對岸力量還很大 這大家都很有所了解 可是馬的意思 意思是要把連家也好 這個江民坤也好 或者是甚至高家也好的力量 設法把它擺開 讓他回到這個國家的正常化來 照理說本來是這樣 但現在因為 國民黨已經失去政權了 馬英九也在沒多久 六十天以內 他就要下來了 照理說他應該這個部分 都不要再動了 這才是正確嘛 對 可是現在顯然是 他覺得說我費了很大的力氣 怎麼能就 白白的就送出去了呢 就整個權力 就以後對話權力 就到蔡英文那裡去了呢 所以現在林中生此事 真正的動機和動作 是在做收尾 和做另外一個轉移的動作 林中生只為他自己 他以後要行走兩岸 沒有頭銜 他只有一個前海基會的董事長 現在他要為他自己的成為 中華民族基金會的董事長 他才可以行走兩岸 如果馬英九要做 他自己會做自己的 馬英九自己在兩岸之間 先去處理這樣子一個問題 林中生沒有這個天大的狗膽 自己去幹這件事情 所以金牌的意思說 林中生是自己幹的 但是歐老師認為說 林中生是聽馬英九的 好不論他有沒有聽馬英九 可以確認一件事情 這夠不夠丟臉 怎麼丟臉呢 就是我們的蕭萬長 去博敖講話的時候 他在上面講話 你知道有人插嘴 他是李克強 李克強竟然會插嘴這件事情 真的令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議 不過不論如何 我們來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想想看李克強 怎麼可以去插嘴蕭萬長 只有這種理由 李克強覺得他自己 就是比上面更重要的人 所以才會做這件事情嗎 這件事情難道不要被譴責嗎 年華 的確啦 因為領不講 我都忘了博敖論壇 這一回事了 因為現在也沒什麼人在乎了 對 李克強這種行為非常不禮貌 尤其在一個國際的場合 我們平常講話要插嘴 都已經不太禮貌了 更何況是在國際 這麼正式的場合去插這個 而且蕭萬長算是他的貴賓 去插嘴這非常不禮貌 當然李克強這樣做 當然是想利用這樣的場合 表述中國長期一貫以來的立場 因為他們的談話內容 正好談到這個什麼兩岸 是不是同屬一中之類的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蕭萬長反應也不夠快 因為照今天媒體的報導 感覺上蕭萬長好像突然間有點可能 沒料到李克強會來這一招突襲他 有點愣住了 接不下去 其實到這一點我倒是建議蔡英文 如果當然習近平應該不會這樣幹 如果他們在巴納馬見面的時候 習近平也插嘴的話 蔡英文應該回答他說 因為習近平講說兩岸同屬一家一中 這個蔡英文應該回答他說 對不起 這個不是我能決定的 好 這不是我決定 但是問題是一個公司的這個經營權 可以這樣決定嗎 最近這二頭上面的這個泰山的事件 現在燒起來 原來中間有個黑手 這個人曾經去搞過幾個大型的公司 是包括中石化等這些所謂 還有包括大義電子等等的 原來董事會裡面有個黑暗事情 正在趁金管會什麼都不管的時候 悄悄地想一下把泰山的經營拿去 還去醜化董事長 這是什麼惡劣的事情呢 我們連續第三邊揭露 我們要揭露 有一個是不是一個姓白的 他很可怕 我們進個廣告